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深的柯粉 柯P他说 他的这个说法说 台湾人不是要跳一台的土地 只是要渝泉 那你对这个讲法有什么看法 这样说我觉得他说法不重听 但理论没有 背后的理论没有错 怎么说不重听 因为他说先以渝泉优先 渝民的权益为优先 那争议之后再谈 那这跟大陆人很喜欢讲什么 穷则搁置争议 达则自古以来 其实就是这句话 对啊 那其实柯文哲就是在 他的意思 他的谈话的意思就是走这条路 因为唯有我们政府 我们国家的实力强大起来 我们才有可能对日本在领土上 在谈判上来拿到东西 那你说过去我们讲现状好了 民进党政府好了 他拿到什么 那个谢长廷去驻日大使 根本就是个帮助日本的大使 那他 你谢长廷就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就没有办法再 连渔业渔民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 帮台湾渔民争取权益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还是着重在务实一点的 在要解决的 眼前解决的问题上 然后我们 例如我们讲马英九好了 马英九对日本在印好了 他也不就是签署了那个渔业协议吗 把领土割置 争议割置下来 那其实我们应该问民进党政府 那既然签了那个 那为什么现在渔民还有问题 那就是现在民进党政府 没有把眼前的问题处理好 这也是柯文哲现在要 所要讲的 那不就是我们先把渔民的事情解决 那后面争议后面再说 这个就是继承马英九的路线 但是你不觉得 他的这个讲法 就是感觉是在 要在主权上 对日本让步 他觉得 他觉得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怎么讲 那我反问你 你觉得 我只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这个讲法 我不会这么解读 我跟你讲 这个讲法 有没有给人家这种感觉 他给人家这种感觉 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你没有那个实力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我讲 过去我们保掉 保了几十年的 我们拿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有实质的去 跟日本硬碰硬 最后取得了什么吗 马英九不是签了渔月协议吗 有吗 那不就是跟柯文哲讲的一样吗 就去落实那个渔月协议吗 但是马英九的讲法 没有柯文哲这么 对钓鱼台主权 他还是很坚持的 他仍然可以谈渔月协议 他坚持 但他实际上做的事情 不就算是渔月协议 对啊 但是他有坚持 但柯文哲他的说法没有 那你说穿呢 那你说穿就是口头坚持而已 好啦 没关系 就是说 你们是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 我个人是无法接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可能某部分台湾人觉得很不爽嘛 我们怎么好像 好像要把钓鱼台放弃掉了 但是我这样问哦 我这样问所有台湾人民好了 钓鱼台主权这件事情 现在还有我们的事吗 你有没有听过解放军去年 三百多天去寻钓鱼台 那你说国军在哪里 对不对 那我这样问 那马英九那个时候好了 他对日本人硬啊 谈这个渔业协议好了 那国军有去寻吗 国军去跟自卫队硬碰硬吗 好像有 但是后来又间间没有了嘛 那我们讲为什么会这样 阿宝 对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们不坚持钓鱼 我们不愿意 民进党政府不愿意去得罪日本 不愿意跟日本在这方面去硬碰硬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讲马英九时期哦 马英九时期就搁置这个争议啊 但是他仍然去坚持啊 他搁置嘛 那你看同样是搁置 为什么柯文哲的路线 跟马英九路线明明就是一样的哦 只是马英九在口头上 所以我去我主权是我的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讲近二十年好了 我们在钓鱼台这件事情上得不到好处 我们无法在主权深锁这件事情上更进一步 我讲回到事情的根本啦 我们没有那个实力嘛 我们实力不够嘛 那我回到刚刚 我说解放军去年他去寻了三百多天 为什么按他们接手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实力够了 他们实力强了嘛 那你说哪一天台湾实力强起来的话 我没有能有没有能力再去深锁些什么 那个都要有实力作为后盾才去做的嘛 否则就是嘴炮而已啊 就是说当然你说喊的说 例如说柯文哲其实可以讲 我们我们中华民国 绝对是拥有这个钓鱼台的主权啦 然后但是我们争议可以先搁置啊 先来谈呼吁嘛 讲都可以讲的很爽嘛 但是你实际上做不到 所以他当然只好说我们先搁置嘛 就是我先搁置 那等我有实力了 我再来谈这些 我再进一步想要去搜索的一些事情 什么样叫做有实力 你起码可以派国军去护鱼啊 那你实力是跟谁去比 跟日本去对比 跟日本啊 跟日本啊 钓鱼台就跟日本争嘛 我觉得钓鱼台这件事情 如果中共都拿去了 我觉得也没关系 那就中共都是 就是中国嘛 都是中国嘛 那中共拿中共去 去守护钓鱼台好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比起日本占人那边 中共拿走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是 可以啊 觉得OK啊 反而是OK的嘛 不是啊 首先就是说这个态度上来讲 就是说如果以中国的角度 我讲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是不认同柯碧这样讲 那你认同嘛 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不认同啊 就是说以 当然以中国的角度来讲 那钓鱼台给中共拿去 那当然他还是在中国的嘛 那就是说对中国来讲 他还是中国主权嘛 所以OK 不管怎么样 两岸都维护钓鱼台 那钓鱼台最后 就是说是谁 谁的都都可以 对中国人来讲都是 这个是在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要去坚持的啊 那但是说今天是 你是说没有实力去维护 然后就就放弃就不去维护 那如果 就是放弃嘛 就是搁置嘛 因为你要说放弃也可以 好就是对 对他这个讲法就是 就不去维护嘛 那那这样讲 那那我们现在 我们也可以放弃太平岛啦 我们也可以放弃东沙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 对 其实我们的我们的实力 我们甚至马祖 对不对 也可以放弃啊 你看 你看 不是 全部都可以放弃 不是 结果我问你啊 而且 放弃的定义 对 而且还 你陷入一个逻辑上的谬误 就是说你说 你也不会比他有实力嘛 你在进步人家也会进步嘛 所以说你的实力是 你现在不坚持以后就没有 没有了嘛 你不可能实力还有超过他的一天啊 你懂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说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嗯 就说你 你说钓鱼台这件事情 实力绝对是 一定要 你如果只是嘴巴一直讲 嗯 那我们也嘴巴讲 外蒙是我们的 嗯 我们也嘴巴讲 大陆是我们的 那那就会 那就是笑话一场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 也嘴巴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人家是不是 人家是不是 一步一步的在累积实力 去让它落实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 所深所的东西 是要去使用 靠实力的强大起来 去把它拿回来的 那我举个例子啊 你刚刚举到说 不对不对 可能我们永远打不过日本 不是 结果我 我跟你讲 嗯 依照你的情境说 我们永远打不过日本 嘿 那 那我们深所这个东西 有没有意义呢 你觉得有意义嘛 那 那我如果走务实一点的 我们跟 对岸联合起来 去把它拿回来啊 那 那打不打得过日本 有可能啊 那 那你现在干嘛 因为说实力 就不去兼职 你现在还是要坚持啊 在主角上 你现在不能兼职 对啊 好 那 那我最后讲个 最 最 浅显 最粗浅的理由 为什么柯仁德这样讲啊 嗯 我讲的最粗浅的好了 嗯 他要潜绿的票嘛 对啊 干这就是我说的嘛 他就是要选举的票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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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原则 哦 有嘛 有嘛 我就说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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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就是第一就是你要靠实力去落实你想要做的事情 否则你讲空话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直扛口号讲空话 嗯 他没有做实质去强化我们中华民国的事 那他喊再多也没有用 所以他实质强化是在哪里 就是内政上要强化我们的国家嘛 让我们国家实力更加的强大嘛 那不是柯仁德一直想要着重的点嘛 务实科学的去解决我们国内的问题 那这个跟主权有什么关系 坚持主权 那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如果国家强大起来 你军备强大起来 你是不是有本事可以去保护我们的领土了嘛 否则我讲 国民党他执政那么多年 喊 保调喊了那么多年 他哪一次把智慧队赶出钓鱼台 你 你你你这个讲法是不能说服我的 就是说他现在都没有坚持这个主权 然后未来他执政了 他就有实力可以再捍卫这个主权 杰克那我就顺着你的 我我我顺着你 我顺着你的思维好了 今天假设侯友宜 大声呼吁说 完全照你的说法就是钓鱼台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要去主张 他是我们的主权啊还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对那你觉得侯友宜接下来怎么做 可以让我们落实 钓鱼台是我们的 他要做什么 没有他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他争议是争议在这里 但是你 你在主权的深所上 你是不能放弃的 他没有放弃啊 我就说柯文哲没有放弃嘛 他就说争议后王 你现在一言一行 尤其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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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位的这个政治人物 你讲的这个话 你为了真的当选人家会拿你这个话 日本可以拿你这个话来堵你的 你知道 他说没有啊 柯文哲没有说放弃啊 对 好啦 没有关系 反正反正我觉得他这样讲不妥了 你 你 我 我是 我是觉得不行了 哦 我 我 我觉得 嗯 我们深所任何东西 都还是 我们国家要更强大 我们还 我们很弱嘛 我们现在就是很弱嘛 嗯 那 那 然后我再来 我 我再进一步讲未来 很可能的未来好了 嗯 钓鱼台就被解放军拿走了嘛 嗯 那我们还需要跟日本谈什么嘛 那也不对啊 未来钓鱼台 越来越来钓鱼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搞不好是要跟对岸谈的嘛 根本没有 就是说 解放军 所以你实质的 已经实质的 代替 中华民国 把他拿去了 那我们还需要跟 跟日本谈什么嘛 那 那是不是这个争议 你现在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跟日本 好啦 我知道你意思啦 你是觉得他就是可以 大声的疾呼 大声的喊 那 那 但是我想 你就柯文哲 他要 在台湾目前 我目前賴清德还是 稳稳的领先嘛 他要在什么样的选票结构下 去拿到获胜的契级 他就是要在 这个蓝绿的光谱中 拿到更多的最大公约数的票 那我 我只能这么说啦 那那当然我知道 这可能你 你不是很欣赏他的这样说法 我 我觉得有一些原则上面也不能让啦 那个 孔老夫子告诉我们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你什么都用选举考量 你没有 你在一些原则上的东西 你没有去坚持 你就不行 我觉得我 我知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一个很根本的事情 钓鱼台 在我们的行政划分上面 它应该是归属于宜兰 宜兰县的一个地方 宜兰 宜兰嘛 我记得没错的话宜兰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是我们中华民国 在我们中华民国 宜兰县 这等于是我们中华民国统治下的 这个 这个 法法律上统治下的宜兰县的一个地方 啊 你 你不去坚持 他是我们的 然后你 你还就是这样 那那就让那个 那个中共去帮我们去把宜兰县的一个地方 要回来 啊 这样王国 我娘 我娘 你这你就已经放弃了 你知道这不是这样讲 我就说他没有放弃 你这个态度要拿出来嘛 他是中华民国制下宜兰县的钓鱼台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要坚持宜兰县的那个地方 你知道吧 我娘 现在民进党政府 他对外公开 外交部的公开的文件 或公开的公告上 依然坚称钓鱼台的主权是我们 嗯 但是你 但是你觉得 民进党政府有做些什么嘛 嗯 然后我们讲过去国民党执政 他当然也是很宣称嘛 我们从小就在跑钓的嘛 对 那那但是 国民党有实质的做到什么事情嘛 嗯 签了个渔月协议嘛 那那 我会说 我们讲务实做实事的这条路线上来讲 是三组候选人 谁有可能去真正的去巩固这个钓鱼台 你你 国民党有点 我讲的就是摆烂嘛 那民进党更是就不管了嘛 那 我觉得你就解决问题这条路上 我 那我 我完全明白你刚刚说的 就是说 你觉得似乎没有原则 但是我觉得做实事 务实的解决问题就是科学科文者的原则 只是他讲话很不好听啦 常常会得罪人 好吧 那个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就 等着 就看嘛 看啊 还有什么 我再举个例子 你 我 因为你说因为我们实力没有 所以就就就就就不坚强上去 我我举个例子 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也复杂的很 很多国都深索在南海有他的主权 那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画的十一段线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继承的是九段线 好 OK 那他当然也有争议 那对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就知道他他这个争议他没有放弃他的主权 但是他务实的去提出南海行为准则 他就是要要要 要去务实的去处理南海问题 他也没有放弃他的主权啊 那对对于南海其他国家来讲 那他们那些也是小国啊 这些像菲律宾什么什么 越南主要就是马来西亚啊 好那这几个国家他们也是小国啊 那他们也是坚持他们他们的那个份额嘛 越南也是很坚持他的那个份额嘛 他也没有因为这样我实力不行我就不坚持啊 对不对 关于主权这个他没有没有国家在这个地方放弃 而且他是他是实际的利益嘛 而且你怎么知道钓鱼台未来没有油田 对不对 所以 你讲的我都知道 就是我们对他话的解读不同 因为我知道 你的解读他都放弃了 比如说以柯文哲他对主权讲的那种话的那种态度 他今天不要说在中国大陆 他在他在越南如果对南海问题讲这种话 他在越南也GG了 大概就是这样啦 但是就是说在台湾他就是 台湾可能也很特别啦 因为刚好很多台派的 就就你刚刚说嘛 他要潜绿的票嘛 那很多台湾都不想 清日啊 那里东会都说钓鱼台日本的 他这样可能有选票考量啦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他没有说要放弃啦 但是你可能你的解读是这样啦 但我只能说我的解读不是啦 我讲他很贼啦 他这个讲法很贼啦 但是就这样吧 好啦我来 我就是好吧我就分享到这些吧 替柯文哲说话 替他擦擦屁股 辩护一下 好啦我分享到这边 好好好谢谢 谢谢谢谢 OK好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来 下一位哦 by bwd6 그래요 嗯 费 大家 随 谢谢观看